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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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客栈热播影为观 第二期涛姐做菜秀厨艺 更有千禧哥哥来报到 但除了洗碗铺床 她还猝不及防地被喂狗粮 呵呵 不用说也知道了 就算屏蔽了刘涛和王柯教科书时的狗粮 也没逃过看亲子和季凌晨相爱相杀式的虐狗模式啊 老季你能不能理一理我啊 你不要把我当空气好不好 怎么了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我每次跟你说话你都这样 我天天她一整我我就装死 装死快点 起来 前面也 去去 离我远的 怎么样 这么点地怎么样 你们顾及一下我跟千禧的感受行不行 别说话 月夜更健康 原来小花旦和男模的组合是这样事的呀 大伙长姿势了没 要说颜值配一脸的清晨CP 随时都能让人脑补一出偶像剧情节 节目中一言不合就开启户对模式 承包了不少笑点 还真是不走寻常路啊 如果说这两位是爱情最有趣的样子 那刘涛和王柯一定总是理想中婚姻的模式了 实在是太好看了 你看 这边有那个红黄色交叉的 还有一个黄黑色交叉的 哇 好美啊 拍开客栈赏赏花 生活如此 夫妇何求 忍不住想抱抱千玺和陈祥两位小哥哥 稳住 史于颜值 限于才华 爆炸君这两天被咱们的官队圈了粉 你们呢 大叔级别的潘月明 凭借新剧再度翻红 演技神马的自然是毋庸置疑 相比之下 不少小鲜肉的演技 已经成了吃瓜群众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没少被吐槽靠流量吃饭 但当90后步入中年 灵命后的小演员们已经强势刷屏 最新上线的小戏谷红楼梦 评分9.2 就问你们怕不怕 所以感受一下 饰演小黛玉的是07年出生的周阳月 一出场妥妥震楼 颜值逆天 演技精湛 爆炸君表示 以词穷 姑娘 别伤心了 这神情 这眼泪 配上水汪汪的眼睛 是灵妹妹没跑了 爆炸君只想问 可以暴走吗 当然 饰演宝钗的小演员 也是演技蜜天 饰演家母的小演员 满屏老太太的既视感 只想给小演员们打电话 说到小戏谷门 靠演技撑起一部剧 还记得那些年的白蛇传吗 转个圈 狂圈粉 哭戏新手拈来 林一年出生的张子峰 蒋一 更是为表演而生 一个贡献了不少荧幕秀 一个出演了不下50部电视剧 堪称劳魔 还有前不久的小楚桥 也如有游戏 虽说戏粉不多 气势却丝毫不输主演员 演技神马的 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 桂圈喜事多 好友来庆生 除了爱秀不停 还有一种友情 叫做陈坤和周迅 10月18日零点 陈坤为好票周迅 准时送上生日祝福 还不忘晒出几张周公子的美照 虽然祝福只有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却满满的都是爱 网友们也大呼 坤哥不愧是周迅的首席密地 而前不久 两人还一起行走 一起做公益 爆炸军掐着一算 从2010年以来 每年周公子生日当天 陈坤都会送上祝福 还曾公开调侃 周迅被传是自己孩子的妈 哎呦喂 连续八年微博送祝福 老铁没毛病 我跟小迅是 他有点像我师姐 小迅他的个性 跟我的个性是 心里明白了话很少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抱他 还全身发抖 他现在还在嘲笑我 聊起第一次拍戏的经历时 滔滔不绝 这友谊的小船 是越开越远了 其实周迅和陈坤两人 是因合作相物相识 之后又陆续合作了 各种电影加电视剧 可以说是默契满分 正因合作多次 性格相似 两人经常一起逛吃逛吃 就连买房子都要在一起 我每个房子都跟小迅都是很近的 歌昭画风更新一秒跑遍 就问一句 啥时候再合作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